假猫只能作为宠物还是人缘具备鼓鼠天性 本期节目为您解答假猫是否还会猪老鼠的问题 这里是原来如此实验室 我是刘南 我是关键连络员在意 生活中司空见惯又充满疑惑的问题在这 为您求证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们的天性 保持着您的好奇心 天天都会有精彩 你说这位观众是怎么想的呢 又有什么问题把你给难住了 我来问你 你说这家猫还会捉老鼠吗 要搁以前猫会捉老鼠 可是今天可就不好说了 你看现在这个猫都当宠物养着 过的日子有时候比主人都强 有给猫专门吃的猫粮吗 有猫罐头 猫还洗澡 还用沐浴液 所以说你看这么滋润的日子过着 你说这个猫它还会捉老鼠吗 真不好说 我是您的联络员段毅 这次的问题就是来自四川成都的王鼎观众问的 这就是您给他的答案吗 不是 节目还没开始呢 我看这期的节目名就干脆叫 家猫的幸福生活德 猫还会捉老鼠吗 您觉得呢 这按理说呀 捉老鼠是猫的天性 这天性是不是也退化了呢 您家里养的有猫吗 它还会捉老鼠吗 您觉得这宠物猫啊 它们就是现在还会捉老鼠吗 宠物猫不应该会了 因为它已经家养了 已经家养了 没有野心了 如果单纯的这种宠物猫的话 我觉得它好像已经退化了 退化了 就是说真正能捉老鼠的这个猫可能没多少 老鼠也不怕猫 有时候老鼠还会猫在快活 这个官家看怎么喂 其实捉老鼠我认为是猫的帮羡 它恶毒的带了 不只饿的不带了 它从生下来 它就没接触过那个东西 所以它肯定如果需要说的话 肯定需要训练 对于收集到的百姓观点 可以汇总为 一 家猫已经失去捕鼠的天性 二 饥饿状态下 家猫还会捕鼠 三 家猫训练之后才能捕鼠 我在想吧 这捉老鼠可以用老鼠夹 还有老鼠药 然后还有那个沾老鼠的那个纸 用猫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啊 多此一举 那我问你 用这个老鼠药会不会污染环境 你就能保证它不会把其他的小动物给咬死了 这个地方在米星节目里说了 对呀 而且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 那老鼠家很容易加伤孩子的手 所以说嘛 猫捉老鼠还是最好的方法 可关键是没有效果呀 人家网顶观众也是买了一只猫 试图让它去捉老鼠 可这猫倒好 对着老鼠就视而不见了 所以啊 我赞同那种观点 哪种观点 就是说啊 这家猫已经失去了捕捉老鼠的天性 真的是这样吗 段义他说的真的就准了 我们第一个实验 就让家猫和老鼠来一次对决 看看家猫见到耗子之后 是不是视而不见了 来着观众的问题 我们的调查员来到了云南景东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今天的实验 就将在景东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配合下完成 为了验证家猫到底能不能捕老鼠 实验现场 我们特意找来了三岁大的家猫小花 七岁的大黄 以及三个月大的小黑 为了还原真实的捕鼠环境 实验人员用石块布置了一些障碍物 还专门捕住了野生老鼠 一切准备就绪 假猫是否还会捕鼠呢 实验马上开始 诶 等等 诶 等等 我开始之前我先问个问题 那你抓紧吧 实验马上就开始了 都说这猫捉老鼠 猫捉老鼠 你说这猫它为什么会有捉老鼠的天性呢 或者说它是曾经有这天性 我叫个针 叫针 来看模型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猫眼睛的模型 它里面的结构跟这个很像 这个我知道 猫的瞳孔就相当于光圈 它里面的那个晶状体就相当于聚焦用的突入镜 而里面的视网膜则相当于成像系统 可是这些东西怎么又扯上猫吃老鼠 猫的视力非常的灵敏 所以它在晚上的时候看得就很清楚 这样它就非常容易吃到老鼠 这太牵强了 你说的这只是猫捉老鼠的天性 而它要说的是猫的眼睛和吃老鼠之间的关系 不一样 这个问题我也有答案 老鼠和猫的眼睛 关系非常 在老鼠的这个体内 有一种叫牛黄酸的物质 恰恰就是这种物质 在猫的体内 它自身不能合成 你是说老鼠的体内有牛黄酸 如果猫的体内恰恰缺少了这种物质 那么它眼睛里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就会出问题 这就好比是相机的成像系统出了问题一样 这猫的视力出了问题 它就没法捕食了 没法捕食就不能在大自然里生存下去 看来这猫吃老鼠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老鼠体内含有牛黄酸 只是猫吃老鼠的原因之一 而现在的猫粮里恰恰又含了牛黄酸 所以 你的回答总是两头毒 到底这猫能不能捉老鼠 别看这会犯糊涂 看了实验准清楚 首先上场的是大黄 虽然和老鼠如此近距离的亲密接触 但是很明显 大黄对老鼠并没有多大的进气 实验人员把老鼠也放上了窗台 希望更加近距离的接触 能激发大黄独鼠的天性 然而面对老鼠上蹿下跳 大黄始终无动于衷 最后 玩累的老鼠居然在大黄眼皮子底下 打起了瞌睡 再来看看小黑 都说出生牛头不怕虎 小黑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呢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大胆的老鼠居然主动发起了攻击 在老鼠的灵力攻势下 最后小黑居然被吓得躲到了墙角 那最后出场的小花能捉住老鼠吗 没想到和大黄一样 小花不仅对老鼠不感兴趣 还一直和老鼠保持着安全距离 通过实验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三只长期饲养的夹猫 都已经失去了捕鼠天性 我刚才就想说 正是因为这猫粮里含有了牛黄酸 所以这猫就已经不需要再去找牛黄酸了 它就失去了这个捕鼠的本性了 我觉得问题没那么复杂 不是因为这个牛黄酸的问题 这么说吧 一只动物饿了 它干什么 吃啊 对呀 原因很简单啊 饥饿感是刺激动物捕食的最重要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把那猫喂得太饱了 所以它就不需要捕食了 对呀 你还别听我说 事实为证 接下来的实验 我们就看看饥饿的家猫 它会不会吃老鼠 为了让小花有饥饿感 实验之前 我们提前给小花断了一天的粮 那么在饥饿的状态下 小花是否还会捕食 从来没有吃过的老鼠呢 首先 我们为小花准备的是 唾手可得的死老鼠 没有想到在饥饿感的趋势下 小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眼前的美食 通过实验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没有饥饿感是家猫不捕食老鼠的根本原因 这个实验 它到底是说明了 猫依然保存着捉老鼠的天性 还是说 这猫一饿起来就饥不择食了呢 你看你总是把这个问题想复杂了 不都说现在的猫 它不会捉老鼠了吗 我做的这个实验 就是想证明一下 这个猫的食谱里面 到底还有没有耗子这道菜 那你已经有结论了 有结论了 但是这个结论 恰恰是下一个实验的开始 死老鼠大餐之后 实验人员放进了一只活老鼠 观察小花的反应 尝过老鼠自若的小花 独鼠的天性被激发了出来 但是很快狡猾的老鼠躲进了障碍物里 嘴中小花没能捉到狐老鼠 看来猫捕老鼠不仅需要捕食的欲望 还得有捕食技巧 这个家猫啊 它具备有精湛的手艺 捕鼠的手艺 除了依靠天赋之外呢 还得经过后天的训练和学习 而现在这个小猫啊 它通常都是人工饲养的 不像大自然里那母兽 从小就会教它那孩子 怎么样去捕食 现在这家养的小猫 它都没机会接受母猫的教育 根儿就在这儿 别说是猫了 猫的近亲老虎怎么样 百兽之王吧 我告诉你 人工饲养时间长了 连只鸡也抓不住 同伪猫科动物 华南虎和家猫一样 在经历了长期的人工饲养环境后 华南虎捕食的本能 也开始逐渐的退化 为了华南虎种群的延续 我国开始对华南虎进行野化训练 顶期投放虎食 训练华南虎 追逐 扑咬灯 猎杀技巧 同时为了幼虎能够跟随母亲学习捕食的技巧 尽量不干预母虎 繁育幼虎 如今通过野化训练 保护区内的一些华南虎 已经学会了自己捕食 而华南虎的种群也因此而扩大 这老虎吧 它离开野生环境的时间毕竟不长 所以这一训练 它就恢复了 可是这猫吧 它已经和人类生活好多大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看前面我们看了一段华南虎的视频 经过一段训练呢 似乎恢复了捕食的这种野性 好 接下来咱就再安排一次实验 这次实验的主角是几只已经不会捕鼠的猫 看它能不能经过一段的训练 也能恢复这种本能 猫能发现猎物 依靠的主要是嗅觉 所以首先我们训练小猫的嗅觉 实验人员让老鼠躲藏在我们布置的障碍物里 虽然一开始小猫并没有发现目标 但经过我们刻意的引导 训练了两周之后 即使躲得再隐蔽 小猫也能准确地发现老鼠 而扑咬能力关系着猫能否一招致敌 所以实验人员将老鼠用绳子拴起来 操纵死老鼠来回运动 训练猫的扑咬能力 在经过三周的训练后 瞧瞧这扑咬还真是有模有样 那么训练之后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终极考验来了 我们把胡老鼠放入实验场地 这次小猫们大获全胜 这次小猫们大获全胜 通过实验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小猫可以通过训练 恢复捕鼠的天性 太厉害了 看到最后的画面 我都想为小猫们叫好 你看动物凶猛吧 这猫科动物天生就具有掠实性 你可是这四川成都的网顶观众 他们家的猫 也能够通过训练学会捕鼠吗 是猫就行 听专家的 四川的网顶观众 你家的猫为什么不抓老鼠 并不是因为猫 它本来捕捉老鼠的本能消失了 而是没有把它的本能焕发出来 因为猫要经过后天的学习 才会抓老鼠 所以你可以训练它 焕发出来它这种捕老鼠的本能 看来啊 这家猫还是能捉到老鼠的 不过让家猫捉老鼠还行 可是让家猫吃老鼠吧 我就觉得怪怪的 让人家抓 抓着了还不许吃 有点难为人啊 不过让我想起了极毒犬 你看这个极毒犬的搜查出毒品 它总 通过训练的方式达到我的想法 理论上讲啊 这是可行的 可是至于怎么训练呢 以后有机会啊 咱们在节目里给你好好讲讲 来自四川成都的网顶观众 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 您看了是否满意呢 也欢迎更多的观众给我们写信 有我这个观众联络员 请您转达 你看我们的节目 有实验 有调查 有问题 就有回答 还是那句话 生活中的很多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